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做足准备功夫 解冠新闻学就是说不要太老定 也不要觉得永远只有一条路走一定是阴谋 所有东西都关梁振英或者所有东西都关习近平时 世界一定不是这样的 所以解冠新闻学的精神就是说 所有的可能性我们全部都要预测 到时就算最低可能性发生了 你都有一定的准备 那什么的假设 相对来说在解冠新闻学里面 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而反而是在另外一些 思考的过程里面有用呢 那我们叫做追索性的假设 追索性的假设就是说 假如那件事不是这样发生的 那会不会 这件事现在不是这样呢 那你问每一个分手的情侣 他们都会明白你先 我先先说那件事是什么意思的 但就算是这样也好 很多建制派现在都在说些废话 什么废话呢 泛民你那天不要搞占中 到时不要那么强硬 中央就不会落那么大的集 我觉得这些说法真的是多余的 老实说 有没有占中 可能那集都是这样的 谁知道 你说吗 这些就是抽水了 所以这种追索性的假设 真的没什么用的 前瞻性的假设是 如果泛民真的拉倒了政改 那中央会更加硬 没有那么硬 和现在一样 究竟那个路线图 会有什么改变 框架会怎样改变 各种形式的改变 包括外界势力怎样入侵 或者会不会入侵 还是怎样 这些全部都是 我们所谓的策略性分析员 特别是一些国际策略性的智库 经常会做的事情 解决新闻学没有他们那么多资料 但是起码 起码我们在分析新闻的角度的时候 会用这个方法做 所以希望大家 听完这个意见之后 如果可以的 告诉给那些 以为指出了假设在哪 就可以推翻论点的人 谢谢大家